6月14日 王思聪在日本富士山被偶遇 与一位年轻女子游玩 两人亲密无间 这位女子正是近日频繁出现在王思聪身边的新女友 与此同时 黄一鸣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女儿的视频 引起了广泛关注 画面中 他女儿稚嫩的声音和模仿青蛙的叫声引发网友热议 更有趣的是 黄一鸣给女儿贴上了葱字贴纸 不禁让人联想到王思聪 而女儿不时喊着爸爸 更是让网友感叹其天赋异禀 黄一鸣表示 他并没有希望王思聪会娶她 而是希望女儿能健康成长 他袒露心声 称自己深爱女儿 并希望她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黄一鸣的这番话再次引发热议 有人同情他的遭遇 也有人质疑他利用女儿和王思聪的名气 然而 他依然坚定地表示 希望多赚钱带女儿出去旅游 不过 王思聪似乎并不在意孩子的事情 与新女友一起旅游 对此 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